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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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百安 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幾個 我平常有時候 我肩頸比較痠痛的時候 會做的一些動作 第一個動作 然後你有一個地板就可以做的動作 就這個動作主要是 就是你可以伸展到你的腰部這裡 然後還有肩頸脖子這裡的肌肉 然後其實我覺得 就每個瑜伽我覺得重要的是放鬆 然後可以在這邊停留個 三到五個呼吸 看你的心情 接下來是第二個動作 第二個動作呢 也是可以幫助你放鬆你的肩頸脖子 就首先就是你把你的腿伸直 然後你把你的右腳去起來 然後一樣你也是可以在這邊停留五個呼吸 就這時候你會感覺到你的背部 如果有一點點的 就是拉到是很正常的 然後換另外一邊 接下來我要跟你們分享第三個動作 然後也是我自己最喜歡最喜歡的動作 然後它我覺得我最喜歡它的原因 是因為你隨時隨地 就算沒有瑜伽墊 就算你穿著鞋子 也可以很輕易的做到這個動作 你只要站著 一樣有一個地板就可以 你可以站著 然後你可以彎上你的腰 它一樣也是可以放鬆你的肩膀跟脖子 然後你把你的手 放在中間 抬起你的左手 然後看上天空 它一樣可以幫助你放鬆你的脖子 然後再換另外一邊 然後再慢慢的起身 然後我覺得做這些動作的時候 我就要 還是要注意一下安全 然後我今天跟大家分享 這幾個動作 但是我也只是一個業餘 喜歡放鬆自己身體的人 所以大家還是要注意安全 在這幾個動作的時候